耗资371 在赤资371巨资后 有着基建狂魔之称的中国 只为了在沙漠修这样一条公路 这一条一半都在沙漠中的高速公路 让欧美所有国家都傻眼了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现在越来越多人称中国为基建狂魔 因为中国工程师总是可以在各种堪称匪夷所思的地形中建设公路 高架桥或隧道等交通设施 如今他们花费了370亿 建设了一条世界最长的沙漠公路 那就是惊心高速 这条沙漠公路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这片死亡之海 沿线500多公里荒芜人厌 让全世界都瞠目结舌 一些专家看到中国的成就后感慨 这才是真正基建狂魔的实力 西方国家恐怕永远也学不来中国这样的技术 这条全长2739千米的世界最长沙漠公路 横跨6个省是自治区 从中国的首都北京一直延伸到西部边疆的新疆乌鲁木齐 最令人瞩目的是 这条高速公路穿越了500公里的沙漠和无人区 其中85%都是流动沙丘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被称为死亡之海 整个沙漠东西长约1000公里 南北宽约400公里 面积达33万平方公里 占新疆总面积的近20% 曾经探险家们进入沙海的交通工具是号称沙漠之洲的骆驼 要在如此恶劣环境中建设高速公路 面临的挑战可谓十分艰巨 无水 无电 无信号的困境 以及40多度的高温和8级以上的大风 给项目施工带来了巨大困难 精心高速的线路非常漫长 穿越干旱缺水 高温酷热的沙漠地带 工作环境极为恶劣 对施工人员来说十分不友好 其次 沙漠地区常年少与多风 黄沙弥漫 不仅影响工程进度 还对工程质量构成威胁 第三 公路中有一段金盆湾隧道 该隧道为特长隧道 地质条件恶劣 承动极具挑战性 被评定为极高风险工程 最后 公路建成后 路面养护也是一个大问题 因此施工团队不得不再可能受到 风沙影响的路段采取防风不杀措施 然而 在净乎不可能的条件下 数百名工程人员顶着高温和风沙 克服骄氧和困境 辛勤工作 坚固拼搏 最终完成了这一壮丽工程 水资源的匮乏是沙漠中施工的第一道栏路湖 项目管断施工总用水量约为100万吨 而工人们只能在地表温度50到60摄氏度的荒漠 无人区里寻找水源 每年还会遇到100多场沙尘暴 风沙过后 满目疮痍 因为缺水 建设者们甚至两个月都洗不了澡 除了汗 就只能等着晒干 沙漠地区的高温 干汗和风沙等天气条件 对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和工作效率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施工队员们经常要在酷热的沙漠中工作 他们必须穿着厚重的防护服 并随时注意防晒和补充水分 以确保安全完成工作 此外 沙漠地带缺乏基础设施 缺乏通信信号等成为施工队员们的一大困扰 有时候 他们不得不跑几公里才能找到一个能勉强开展通讯沟通的地方 即使后来建立了通讯基站 但由于沙漠中风沙的影响 信号经常断断续续 因此 施工队员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以防止在沙漠中泥湿 除了沙漠的困难 施工队还面临着戈壁地带的挑战 建立高速公路可能会对沿途的野生动物迁徙产生影响 对生物链和自然环境造成破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施工队还建造了超过400座动物通道桥寒 以确保野生动物的迁徙通道畅通无阻 这无疑也增加了施工队的工作量和难度 然而 通过中国交建 中国中铁和中国建筑三家洋企数万建设人员的努力 沙漠天路最终按其完工 就这样 三万名建设者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里 修筑起这条沙漠巨龙 不仅是在技术上 更是在精神上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力量 建设沙漠高速公路 这一撞距突破了多重困难 将新疆与北京之间的公路里程 直接缩短了一千多公里 从而降低了运输成本 精神高速是中国国家高速公路网 首都放射线中的第七条公路 也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交通枢纽 此外 沿途还有许多令人惊叹的自然景观 如陈世的火山 壮美的胡杨林和荒凉的戈壁和沙漠 它是一条圆梦的通江大道 一百年前 孙中山曾在建国方瑞中 勾画出一个宏大设想 建设一条东旗北平均阿拉扇 西至迪化乌鲁木齐的近江大通道 一百年后的今天 这条从中国的心脏出发的公路 将百年前的梦变作的现实 然而有人或许会问 为什么中国要在经济相对不发达 人烟稀少的地区修建这样一条高速公路呢 为什么要在沙漠中耗费巨资 耗时九年来创造这个奇迹呢 答案在于中国远建筑时的战略规划 和对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视 首先 京兴高速公路作为一项重要基础设施项目 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一体化 它将遥远的边疆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紧密连接起来 为商品和人员的交流提供了高效便捷的通道 进一步推动了西部地区的发展 其次 京兴高速公路的建设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 更具有战略意义 它加强了国家在边疆地区的存在感和控制力 提升了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和管理 这对于国家安全 边境稳定 以及对西部地区的整体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而在建设过程中 中国也积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为了减少沙漠环境对公路的侵蚀和影响 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护措施 包括建立防风沙带 沙漠治理等 鉴于林白段建设的特殊性 施工人员采取了多项措施来解决困难 首先 它们建立了一座防风墙 以防止远距离风沙的席卷 这个纤维网沙漠位于公路旁风侧300米处 高度约为1.5米 能够有效降低远处风沙的影响 其次 为解决风速过快导致公路被淹没的问题 施工队在击沙较为严重的路段 设置了大约1500万平方米的多沙带网合 这些特制的沙带能够抵御恶劣的天气条件 维持20年以上 并且还能将吹起的沙子留在网格内 有效降低风速的影响 为解决流沙严重和陆基沙土 夷于外露的问题 施工人员采用了碎石土包和种植沙漠洪流的方法 他们用碎石土包将陆基两侧密封 并种植沙漠洪流 这样既能够有效降低流沙问题 又能够保护陆基的稳定性 然而解决黄沙问题并不足以确保陆基的稳固 施工队还需要解决沙漠地区沙地松软的问题 他们采用了水尘法 即在沙层中注水 待其达到自然饱和状态后 再用压路机进行航时 这项工作并不容易 施工人员需要将沙子堆成队 并手工分割 通过施工队的努力 林白段的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但是得益于科学的策略和专业的团队 高速公路的建设仍在顺利进行中 林白段的通车将进一步完善 我国精心高速公路网络 为交通预出提供更加便捷的通道 也为经济发展和区域交流 做出了重要贡献 沙漠公路的建设中 除了水和住宿的问题 施工队还面临着沙尘暴带来的巨大威胁 沙尘暴不仅会影响施工人员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还会对施工进度造成严重影响 为了保护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 施工队采取了多项措施 首先 他们在施工现场周围搭建了围栏 以减少沙尘暴对施工现场的影响 其次 施工人员在施工时必须佩戴防尘口罩和护目镜 以防止沙尘进入呼吸道和眼镜 此外 施工队还设置了紧急避难点 以供施工人员在沙尘暴来临时躲避 在施工过程中 施工队还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护措施 他们使用重型机械和设备时 会在机械和设备上覆盖防尘症 以防止沙尘进入机械内部造成故障 此外 施工队会定期对设备和机械进行清洁和维护 以保证其正常运转 另外 施工队还为施工人员提供了高强度的工作服和防护用品 以保护他们的身体免受沙尘暴的侵害 同时 施工队还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以确保施工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 总体来说尽管施工队面临着水 住宿和沙尘暴等一系列困难和挑战 但他们通过科学合理的管理和创新的措施 成功完成了沙漠公路的建设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注重可持续发展 尊重自然环境的同时 也为后代留下了一片更美好的土地 经兴高速公路的建成 也反映了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实力和成就 不仅是中国也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撼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